大家好,今天是4月16日星期二 一如以往都會有嚴正聲明提醒各位朋友 不要在網上看到這些事情時中 就會是中計 不過稍後和下個星期一直到5月11日 我都會有賣茶餅,但不會穿西裝 以時分別 如果有懷疑,請大家再提醒 下個星期我一定會有賣茶餅 在這幾天賣茶餅做二賣 做兩萬個福袋給老人家 我到時一定不會穿西裝 以知識別 如果有的就是假東西 今天跌很多 所以上升的板塊只有很少 還有電子燒銀產品 阿爺所說 以舊換身 法學製品 等於板映班製造業還可以的運輸 我都這樣說 就是板映班製造業還可以 所以物流是多長了 然後燒銀產品 就是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小的 沒有什麼好多 那其他東西都是不太跌的 已經十分之好 法學製品的時之中 這些東西是小的東西 其他的小的東西都不跌 就算了 那這樣 最重要是看大一點的 行不行 運輸方面都是這樣 你看到 都是這樣的 大的運輸方面 即鐵路、物流 這些是OK的 然後就是其他 這些很濕性的東西 即是含冷基金的東西 好 還有農業產品 農業產品 這些都是這樣 有很多 流域這些 好像中國十月稻田等等 其實阿爺對於中國農業方面 是很大力支持的 所以這個就應該要很留意 日後可以有形體 那麼大致上 所有的板塊 所有的過股都是跌過舊的 除了石油股 還可以站得穩一點之外 其他已經沒有了 那麼當然 這個板向的行指方面 當然就主要有升 看看這個表現方面 是十分之不好 保利加通道中族有指向下 即是有可能會啟動下一次的跌勢 這次這樣跌的話 如果 如果 不能夠在這個稍後站上去的話 很可能真的要跌多這個 跌多多少呢 是 分分鐘是可以跌多這個是 五六七日的 如果五六七日的話 那我估計真正是這個是 一五五或者二次這個一五零 是可能會見得到的 我希望不會跌那麼多 去到一六零 是真的 不要那麼陰公 那看看 今天可以考慮一下 那些是否有三種煤炭股 演抗能源